您可以开始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孙教授可以 可以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讲课的这个环节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这个题目叫腰痛的一个中西治疗 那其实呢 这个腰痛的这个范畴很大 我们中医呢 就对这个腰痛的解释也有很多方面 包括腰骨痛啊 腰肌痛 那现在的这个现代医学呢 腰痛呢 也包括了这个椎间盘突出啊 还有椎感狭窄啊 也极其腰扭伤都叫腰痛 那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呢 可能是大家这个诊疗过程中 一个常见病 但是这个常见病下面呢 它又细分了很多 所以呢 我在想这个 下面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主要是针对 就是我们如何 去对这个腰痛 这个具体的一些的 这个疾病呢 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和诊断 然后再进行一个恰当的治疗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知道啊 现在这个诊治呢 这个过程呢 就是也是困难重重啊 我们经常说这个同一个病人 那不同的医生呢 我们这个给出的诊断呢 是不同的 那对于这个同一个诊断呢 不同医生呢 它的治疗呢 也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现在同一个病种呢 这个方法有很多啊 这个效果呢 也是不一样 那出现了这些问题 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临床医生 在选择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些的不知所措 或者是觉得这个治疗到底该怎么样去选 或怎么样的方式会更好 所以遇到了一些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我们说病人腰疼 这个医生就会出现头疼 而且呢 现在这个患者的这个医疗的这种意识呢 保护意识也比较强 经常出现一些事故 或者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导致纠纷不断 那对于现在医疗的进步呢 还有方法的这个更新啊 有很多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更好 啊 这个确实是呢 不能用一种或是一家之言 来进行一个这个决断的 啊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呢 这个根本的原因 啊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个病理转归 啊 以及各种治疗方法的一个疗效的选择 但是往往对于这种 疾病的转归和方法选择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啊 就是有知其不知其啊 或者是知其 就是不能够完全从一个整体啊 来进行一个判断 呃 今天的内容呢 大概分为五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传统医学 对这种腰痛的一个认识 第二呢 是用就是现代医学呢 我们对腰痛定义 和一些病理学的基础 一个回顾和学习吧 第三块呢 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治疗腰痛 就是如何去选择 啊 目前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阶梯方案 到底阶梯方案是怎么样的 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进行论述 第四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传统医学 治疗腰痛啊 原则 其实方法很多 你掌握着原则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任何方法呢 都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第五呢 就是做一些 大概我的两个一个病案分析 首先呢 我们进行第一个项目啊 第一个内容就是这个传统医学 对于这种腰痛的一个认识 我们知道呢 腰痛呢 在中医来说呢 其实它呢 呃 主要是指这个腰部受损 这个气血的运行失调 尤其是这个脉络 触及或者肾虚 腰浮湿以乳氧 而引起的腰部 啊 有时候是一侧 有时候两侧 有的人呢 可能正中发生这个疼痛 这个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病症 那同时呢 这种腰痛呢 还会渐渐的 有其他部位的 包括这个胸背部啊 节肋部啊 屁股啊 腿啊 等一些症状 那大部分呢 出现这些原因呢 呃 都跟这种感受风寒 潮湿啊 还有些外伤啊 一些这个 脑损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而我们中医呢 就对这个疼痛呢 其实它分了很多 有各种 不同的一案 不同的一家呢 这个表述呢 都是不一样的 有这种腰背痛啊 腰肌痛啊 以及腰腿痛 在我们的树问呢 古坤论中呢 就说到 这个腰痛不可以转腰 即隐阴暖 此八疗于痛上 啊 他就说了 这个腰痛一次 在林书当中呢 他说阴阳不和 则使夜易 矮下流于阴 水夜节减矮下 下过度则虚 虚故腰背痛 矮筋酸 那这里呢 他提到的是 这个腰背痛 以及树问 也在说过 这个叫腰靠痛 啊 这个朱冰元素论 也提到 这个叫肾气不足 啊 劳伤的肾虚 啊 以及这个 风能与真气脚症 引起这个腰脚疼痛 那这不同的 这个疼痛呢 就是说呢 称呼是不一样的 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文字之间呢 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种 这个腰腿痛啊 就是椎间盘突出 以及对管狭窄 引起的症状呢 还是有一些的 相同之处 那我对这个 就是传统的 医学对腰痛认识呢 做了一些 这个文献的检索 还有一些 文案的 这个 这个查阅 就是呢 其实在秦汉之隋唐 以及隋唐之清朝之前呢 他是有 分了两个阶段 那不同的阶段呢 他的病因病激的认识呢 会有一些的不同 在秦汉 以及隋唐时期 他对于这种 腰痛的病因病激认识呢 他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他指这个肾气失痕 是导致腰痛的 一个根本原因 那树问 卖药经文论里面 就说 腰者胜之腑 转腰不能 胜将背矣 他指出呢 这个腰呢 他是生的外腹 如果腰部呢 有不舒服呢 他的病的根本呢 是在肾 所以这个腰痛的根源呢 就在于肾气失痕 而且这个肾气呢 和其他丈夫的气息 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呢 就说明这个肾气的形态 也是导致这个肾气失痕的 一个先天因素 因为肾气失痕呢 它是先天因素 而且这个肾的位置大小 以及这个 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腰痛 在这个灵书 本常经中呢 就说到这个肾小 这胀安难伤 肾大 这善病腰痛 不可以养 不可以抚养 异伤一些 肾高呢 这苦背 吕痛 不可以抚养 肾下呢 这腰靠动 不可以抚养 为胡善 以及肾间不能病腰背痛 肾脆 则善病 消弹易伤 这个肾专正 则合力难伤 等等啊 这个我就不说了 它这个其实都说明了 这个肾呢 先天因素和腰的 这个密切的关系 随着这个生长发育呢 还有一些 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 不良的习惯 容易导致我们的股价不振 早是这个 像这个脊柱测完之后 这个肾的位置呢 可以发生一些偏移 都会出现腰痛 他就说了 这个肾气的平和 和肾气失衡 之后呢 这个腰痛的这个发病呢 就会大大的增加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它这个肾的 这个煮水的功能失调呢 也是导致肾气失衡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肾呢 我们知道 它是主食这个调节 全身水液代谢的一个作用 而且它这个胃呢 为水骨之海 小肠呢 是煮液 大肠主经 这个旁观为周都之关 金业长焰 三胶 为其水稻 那这个气化功能 如果失调之后呢 这个水液代谢呢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它这种呢 就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追尖盘的一些 这个生物的 生化的一些代谢市场 比如说 它的这个水分 含水量的下降 这种胶原 做暗影胶原 比方疫情胶原等等 改变了它的这个 生物性质之后呢 椎间盘出现一个蜕变 导致突出 以及椎管就瞎着 出现这种腰痛 第四个呢 它说肾这个 足骨生髓的功能呢 也是导致这个 肾气失衡的 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肾气失衡的 多数呢 是因为后天的 这个保养不当 导致肾系统的功能不足 我们这个经常 现在啊 这个辩证 也是经常讲的 这个肝肾亏虚啊 这个腰痛的 腰椎间盘突出的 和椎管狭窄的 我们啊 看看色态卖相 或者这个年龄啊 大部分就这个 说这个 因为它肾足骨生髓啊 这个年老之后 骨度疏虫啊 肾气不足啊 等等 就是导致了 这种腰痛的发病率增加啊 这说明了这个肾呢 这个腰脚这个理论 它是就是说呢 有相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从宋代以后呢 这个对腰痛的病因 病隙的认识呢 是有了一些的改变 啊 那在单一心法中呢 他就说了 这个腰痛呢 阻湿热 肾虚啊 以及淤血散挫 还有痰疾 提出了这个淤血痰疾 这些病理产物 是导致腰痛的一个病因 啊 包括这个 王肯唐的啊 他也认为这个寒湿 这个导致这个腰痛呢 是比较多的啊 那这个提出了这种 这种九种啊 腰痛的九种分法 其实也是我们现在 临床上面常见的 这个湿热啊 肾虚瘀血啊 啊 散挫啊 痰疾啊 这些病因都导致 这个腰痛的发生 而且呢 现在的这种 就是自这个 宋代以后呢 我们对这种腰痛的 这种病肌的认识呢 也大概在这几种之内 啊 那我们说这个 这个传统医学 这个古籍呢 对这个腰痛呢 他有这个 很多不同的一些见解 和一些病因病激的 这个分析 那现在呢 这个对于这种腰痛呢 呃 他也有一些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理解 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 主要是这个 标准追换狭载症啊 我们现在这个 追换狭载症 其实在古书当中 是没有这个病名的啊 现在呢 医学呢 这个经过这种 相关性的这些研究呢 就把它亏属于 这个避震 和腰腿痛的一个范畴 啊 那些根本原因呢 还是认为 它是肾气不足 虚衰啊 以及劳逆伤肾 它是一个 这个内在的原因 呃 外在呢 就比如说受到外伤啊 或者发生一些 这长期的劳损 久坐 久站 以及长期的弯腰 啊 在这些 呃 感受了风邪 寒邪 以及湿邪之后啊 诱发他 出现这种症状 那所以就是 很明确的 就是一个外淫啊 就是这种 风寒湿清洗 啊 内淫就是我们的 肝肾不足啊 肾气不足 那现代医学呢 他认为这种 腰痛的一个 发病的基礼呢 主要是肾气不顾 肝肾亏损啊 这个筋尾水窟 以及筋骨松弛一动 加之这个 长期劳损 是椎体上失一定的 稳定性啊 也会引起这个 代常性的增生 导致椎管狭小 气血不足 那个筋络失痒之后 就出现一个麻密疼痛啊 啊 而后呢 出现一个果形 这个外在的风寒湿 这种六营呢 侵入经络之后呢 也会阻碍经气啊 导致不痛则痛啊 这种九支的邪气的 有表入理 以及有腐入胀 是这个病情呢 就更加的这个 残缘难遇了啊 所以这种病呢 在本质上面 它还是一个本须啊 或本须标识的一个症候 上面呢 其实第一节呢 我们其实讲 简单讲了一下 这个 这个传统医学 因为传统医学呢 其实 对于这种 腰痛的理解呢 大多是从一些的 古代的这些 医家的一些 和黄龄内经 还有一些的 医家的这个 医案 一些是这个 平时的这个 经验的记忆 对它进行一个阐述 那这个从这个 近代以来呢 其实我们对腰痛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 就是慢慢的把它 就是进行了一个 归纳总结 那认为这种 就是说呢 在中医方面 它是单身亏据 是一个根本 外在的这种 风寒 氏息 清洗 以及这种 外伤 劳损 是它一个 根本的一个诱因 那这个 就是 是中医方面 对它的一个认识 那其实现在 这个 就是我们说 现代医学 就是说是西医 西医对腰痛呢 它的定义呢 和病理学呢 它就是 应该来说 它是更加的 就是有针对性 比如说 它会把这个 分为什么 对间盘突出啊 对管狭窄啊 几多一些测弯啊 等等 它是就是 用来病理 跟我们这个 这个传统医学 对它的这种 这种认识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第二块呢 我主要是 谈一下这个 现代这种医学 对于这种 腰痛 也就是 对管狭窄 到底是如何定义 以及它的病例 病基 基础 到底是什么 那个 现代医学呢 我们说 这个追管狭窄啊 这个主要讲一下 追管狭窄症 它主要是有先天 以及后天因素 所致的这种 腰椎追管 或者椎间孔狭窄 而引起的 这种神经组织受压 以及这个血液循环 发生障碍 它导致呢 我们出现一些 腰痛 以及臀部 或下肢的一些疼痛 包括一些 神经原型的果心 或伴有 或不伴有 腰痛的一些综合症 那这种 追管狭窄症呢 目前来说呢 占这种 腰椎退陰性疾病呢 它占到8%到36% 还是比例 还是蛮高的 而且可能也是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一个问题 尤其是中老年人吧 对于这种 追管狭窄 我们首先呢 其实还要从它的这种 基本的解剖方面 去认识一下 因为了解了这种解剖 其实我们在这个 判定它的发病的原因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一个这种 这个更深入的一个认识 为什么会说这个解剖呢 其实我们现在呢 我不知道各位可能在那个 美国或者也好 或者在国外 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 纯正的这种中医 那其实在国内呢 现在很多的这种医院里面呢 大家其实大部分来说 都是一种中西结合的 思想和治疗 那你中医呢 也好 这个西医也好 就是说 你一定要对这个 发病的这个原因 根本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尤其是对它的结构 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这样对后期 你的这个选择的方法 治疗的方案的选择 这个才会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判断 那腰椎管呢 它呢 主要是由于这个构成的 包括这个三方面 前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椎管啊 这个这个是椎管 它的前方呢 包括第一个是椎体 还有这个层面的一个椎间盘 以及在这个椎体 椎间盘后层呢 一个叫后中韧带 这个后中韧带呢 它是从我们的这个颈椎啊 一直一直延续下来的 这条长长的这个 这个很薄的一层震带 来连接上下椎体和椎间盘的 在侧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椎公根啊 椎公根 然后椎公根的内侧呢 这是黄韧带啊 以及这个椎间孔 这个椎间孔在这地方啊 这个是椎孔 那后后方呢 我们就是说的这个关节图了啊 关节图关节啊 椎板啊 以及部分黄韧带 那整个这三个 就构成了一个椎管的结构 那椎管里 我们知道椎管里走的 就是这个门迹水啊 神经能从椎管 这个分出啊 向两侧啊 往这个支配相关的 这个对应的一些的肢体啊 和区域 那它的骨性的椎管呢 主要包括椎体 椎公根啊 以及椎板 但软性呢 就椎间孔 椎间孔 黄韧带 以及关节图关节 那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结构 因为我们很多椎板狭窄的时候呢 它有软性的 这个原因 也有骨性的原因导致的啊 比如说这个关节图的增生啊 这种椎间盘后源的 这个后中带的骨化 它可以导致一个骨性的狭窄啊 那软性呢 比如说我们椎间盘的突出 或者黄韧带的肥厚啊 这个它实际上一个软性压迫 那骨性压迫和软性压迫 在后期来说啊 这个选择治疗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说软性压迫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的 比较传统的这种保守方案啊 可以让它这种慢慢的 这种软性的减轻 或者是这种慢慢的这个消除 那如果是一个骨性的啊 卡牙 那它的病史首先第一个很长 那后期呢 如果你说全部靠这种 纯中医的或传统的这种 治疗的方法来处理的话呢 它可能达不到我们需要的这种效果 那在锥管这一块呢 它也进行了一个分区啊 我们锥管呢 它分为一个中央管啊 中央管呢 就是我们的中央这个区域 然后两侧的这个侧影窝 侧影窝呢 主要是斑结图的内侧源 以及追光根内侧源之间啊 形成了一个区域 侧影窝呢 就是我们神经根走形的地方 也是容易发生一个狭窄的地方 啊 还有一个椎间孔 椎间孔呢 是指追光根内外源之间啊 形成了一个神经管啊 还有一个椎间外孔 也就是我们追光根的外侧源 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分这么多呢 我们在灵状上面 因为椎间孔突出呢 它其实呢 它分 它四面八方都会突出啊 有的是后中央的突出 要中央管突出啊 有的侧影窝下载 它侧影窝突出之后 引起侧影窝下载 有的是椎间孔外 或椎间孔的一个突出 那不同地方的突出呢 它引起了这种临床表现呢 会有一些差异 那就是对于这种定位 我们的神经定位也好 还有后期的这个处理方式也好 那是有一些的这个不同的选择的 啊 所以我们对这个几块区域啊 了解了之后呢 就能更好的就是一个指导 这一款呢 这个中央管啊 中央管呢 它的前方呢 主要是有椎体椎间盘 和这个后中人带 也就是这一块区域啊 它的侧方呢 主要是一个侧影窝的区域 在后方呢 一个是椎板 还有一个黄人带 那中央管呢 这个后方 这个椎板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积水 那侧影窝呢 它的前方呢 它是椎体的 圆以及椎间盘部分的啊 在侧方呢 它是一个椎公根 以及椎间盘的区域 后方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关节图 关节图关节 而这个椎间孔呢 椎间孔 它是一个孔状的机构 所以它有四面啊 一个顶 顶呢 就是我们的椎公根的椎下切记 啊 就是这个地方 椎公根的椎下切记 那它的底呢 就是我们椎公根的椎上切记 就下位椎体的椎公根 是椎上切记 前方呢 它临近的是这个椎体的后缘 啊 以及椎间盘 或者人带 啊 后方呢 就包括这些关节图啊 关节图啊 还有黄人带的延伸部啊 在它的内侧呢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 关节图 就是这个整个的硬膜脑啊 这个脊髓的区域 外侧呢 就是我们的腰大级的筋膜 所以椎间孔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三维结构 就是 你的这个 三 就360度方向呢 你都要就是 就是要了解它的一些结构 啊 因为它不同方向的这个 增生和突出呢 可能后期 你用到这个 手法松节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针刀 它的作用的这个点就不一样 达到的效果就不同 那 追管呢 我们看看啊 这个追管 追管的形态呢 啊 第一个 它是一个软圆形 还有一些的圆形啊 软圆形 以及三叶形 那不同的形状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先天的发育问题了 那对于这种 软圆形的结构呢 它的空间呢 就是非常的大 所以它这种 追管狭窄的这种 相对来说的可能性呢 就会明显的 会少一点 那对于这种 三叶形的追管 它的横截面积 是最小的 这种人的发育呢 就占人群的15% 最容易引起 侧影窝下载 那这我们就是说 先天不足 发育不正常 引起这种追管的 一个三叶形改变 那这种病人的话呢 如果早期 他在这个 有这些影像学的检查 和支持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 就进行一个推断 像这种病人 就很容易 在他的中年以后 出现这种 追管下载的 这种可能性 那在这种 早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 就要跟这种患者呢 要进行一个 很好的沟通 要指导他 做一些的 平时的功能 如何功能锻炼 加上下他这个 后背肌群 腹部肌群的 这个训练 以及平时 这个工作生活 他的一些 注意方式 等等 这样就可以 减缓或者延缓 这种追击管 狭窄 以及追减管 突出 这种发生的 这种概率 避免这个 过早的 受到这个 疾病的影响 那在追管内呢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 这个脊髓 那在下半段的时候 就有马尾神经 这个马尾神经呢 我们就 它是一个弧形的 为追管的后方 即将穿出神经根呢 是为追管的 最前方和最外侧 这个神经根呢 在这个追尖孔里 它的走行 它的紧靠着 这个追攻根的内侧 以及下方走行 就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神经根 它的出口 都是在这个 追体的追攻跟下切剂 这个地方出来的 在下面的这些脂肪 一些脂肪填充 那这个追尖孔呢 它的角度 至上下 是逐渐减少 那它这种结构呢 就是 就是保证了 我们脊柱 在活动的时候 有足够的空间 给这种神经根 一个范围 就减少了这种 人体的前驱后身 以及这种側驱 扭转活动 带来的一些 神经的刺激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个人 有追尖盘的突出 或追管 和神经根管的 一个狭窄 那它的 僵硬的 就会表现出 特定部位的 这些神经症状 包括腰痛啊 腿痛啊 以及腿麻 这些症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 主要还要说一下 这个追尖盘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 追管狭窄的 有很多一部分呢 是因为 追尖盘突出 引起整个追管 或者是 侧瘾窝 以及神经根管 出现狭窄 那追尖盘呢 也是 比较容易 出现问题的 那可能我们 现在随着 这种社会的进步 追尖盘突出的 这种病人啊 其实发病年龄 现在是越来越年轻 我们在临床上面 最年轻的 可能都见过 十几岁的 十二岁的 还有十七岁的 那二十岁 三十岁呢 就是一个高 要高发了 以前可能在四十岁 以后出现一个高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是因为现在这种 生活 工作 这种节律 节奏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们的这种 久坐 久站 以及这种劳损 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呢 这个平时的一些 断练 包括腰背肌的断练呢 现在就是 基本上都是一种 所以缺乏 就是说我们 亚健康 就不能够 很好的 就是说呢 去保养 保护我们的身体 所以导致这种 锥肩盘呢 就经常性的出现问题 那锥肩盘呢 它其实是一个 软性的结构 它在这个 两个上下锥体之间呢 起到一个 吸收和传导复合 而且呢 在我们的腰椎 做这种运动的时候呢 它组成了一个 一个复合体 能够让我们的脊柱 能够 行使这些的 驱身功能 一些的 还有一些侧驱 以及这个养生的 这些功能 那在这种 在我们的人 做这种 脊柱各方向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锥肩盘 它参与了 这个功能的行使 同时呢 这个不同的 这个方式呢 这个活动的方式 也导致锥肩盘的 这个受力啊 以及负重 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就引起了 这个锥肩盘的一个 这个向后啊 向前啊等等 都出现一个 突出的过程 那锥肩盘呢 它其实 现在研究呢 发现呢 主要是由 胶原 蛋白多糖 水核和水构成 这种胶原呢 是我们的 主要的一个结构 在相应环呢 我们是R型的 和E型胶原 在水核是R型 那其实现在 很多病人 年轻患者会问 就是说我这个 从影像学 怎么看 我的锥肩盘有问题 那我们大部分 就从它的这个 影像核实共振的 这种锥肩盘的 一个信号改变 因为本来锥肩盘 它是一个 含水量很丰富的 胶原含量 很丰富的一个组织 在这种核齿下面 它是一个很高的 的T项 以及压制项 是一个高信号的表现 但是呢 当这种水核 这种锥肩盘呢 出现蜕变的时候呢 它这种生化成分呢 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改变之后 出现一些 发暗的过程 发黑的过程 我们说退化了 这种情况呢 它就是很容易出现 一个碎裂 一个突出 那我们这个 了解它的生化之后呢 就是知道 它一个锥肩盘 在这个退院过程中 它一个病理 改变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于胶原来说 一般弹性好 它就是暗影胶原丰富 但是随着我们 这个暗影胶原的降低 尤其是像 这种异性胶原的转变 导致它的弹性磨量就下降了 但是脆性呢 却增大 所以它的这种 抗脏力 抗压力呢 就会变小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锥肩盘 你在直立行走 或者运动的时候呢 它压缩了 它就很难出现一个 回缩的过程 那蛋白肚酸也是 它是聚合体 当这个蛋白肚酸的 寒水量下降之后呢 它的抗压力也是减轻的 那有点 经常我们在这个 定床上会跟病人说啊 这个 你的这个锥肩盘 这个正常的锥肩盘啊 就像这个小孩吃的果冻一样啊 很有弹性 很Q的 但是呢 你这个锥肩盘退化了 这个不行了 它就像这个 不像这种果冻了啊 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豆腐渣 啊干干干干干的 很松散啊 怎么样的都聚不在一起 啊 你这一受力啊 它就是东跑西跑的啊 到处突出 所以它这个生化改变之后呢 它就出现这些问题 而且一旦这个锥肩盘的 这种生化出现改变 它是很难再回到我们这种原始 或者是早先的这种状态的 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啊 这跟它的这个解剖 就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后面等一下我们再说啊 呃 它的水分下降 这个锥肩盘弹性降低之后 它的锥肩息高度会变载 那高度变载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解剖 我们如果这种 头脑中于这种解剖的这种图形的话 就可以知道 肩息一变载之后怎么样 这个相远环松弛 这个两侧的神经根管 就会出现狭窄啊 就会导致这种神经一些症状的 一个表现出来 而且在这个锥肩息变载的过程当中呢 整个上下关节突的稳定性啊 以及后方的这个符合体的稳定性会出现一个不稳 出现一个那不稳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场啊 那这就讲到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老年人 这个腰椎 这个为什么会增生啊 关节突增生 椎体增生啊 这个黄带也肥厚 那其实这些是增生也好 这个肥厚也好 它都是我们脊柱不稳的一种表现 因为我们的人体呢 它会主动的去识别它啊 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不稳了 我们就会让它增生啊 让它肥厚 那其实是想把它这个厚一点啊 这个增生的东西把它长在一起啊 让它这个形成骨堆 让它发生融合啊 让它成为一个整体之后呢 让它稳定一下 但往往呢 这种稳定呢 它是一把双刃间啊 如果它这个部位 它没有神经 没有血管啊 它可能没有症状 哎 慢慢就稳定了 但是如果说这种增生物 肥厚的组织 刺激到神经了啊 刺激到血管了 它就会引起我们下肢啊 甚至这个腰部 腰臀部的一些表现 比如疼痛啊 盲目啊啊 无力啊等等 所以呢 对于这种腰椎的稳定性啊 就是我们也就这个 一定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 后间的治疗呢 这个临床上面用这种手法治疗也好 啊这种大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主导事项 都是要恢复我们的极度稳定性 那如何恢复 我们叫筋骨平衡啊 这个骨头不平衡呢 你得用筋来代产啊 怎么样呢 它的筋啊 才促进筋鲜平衡之后 来促进这个骨的平衡啊 这个对它的这个症状的减轻啊 以及这个疾病的治疗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追管狭载的病因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追尖盘 很多东西啊 还包括这种解剖的这个分析 其实我们大概应该能够一个初步的这个认识啊 最近追管狭载 那第一个就是追尖盘突出啊 往后方突出 往侧房突出啊 导致我们的中央管啊 以及这个侧影窝和神经根管啊 出现这种狭载 第二呢就是追体的骨质增生啊 以及这个关节突的增生和肥大啊 引起了这个关节突周围的这个神经根管啊 以及这个侧影窝的下载 还有我们的后方的这个黄人带肥后啊 引起这个中央管以及侧影窝啊 这个下载 那其他的包括这个肿瘤压迫也好 这个创伤啊 等等以及这种公司关节员的增生啊 包括一些是滑脱病人 他都会引起这个嘴管狭载 那不同的这种病因呢 我们这个导致的后期症状呢 可能都是有相似的之处 比如说腰疼腿疼 但是在处理起来啊 我们不明确这些病因 我们处理方式就可能会存在 我们一开始说的 对吧 同一种病 不同的医生呢 这个不同的方法啊 那有的效果可能很好 有的效果可能就会一般 或者是这个很差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嘴管狭载 它本身呢 它不是引起这个根本症状 是因为嘴管狭载之后 导致了我们这个组织啊 还有这个神经出现了一些的 炎症反应 出现了一些的神经根的水肿 这个是主要因 所以我们在灵状上面看一些 这个嘴管狭载很大的 这个来的时候 这个腰也直不起来 这个腿也扶着 一手扶着腿 拱着腰进来的 那你通过这种 针灸 通过这种推拿 以及一些 其他的这个保守的方案之后 它就好了 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 它因为它这个神经受了刺激之后 出现一个水肿炎症反应 我们通过这些的方式呢 能够减轻它这种炎症反应 而且其实 现在这种针灸也好 推拿也好 还有包括这种 相关的这种外敷中药 从它的基底来说 我们说现在 因为这个 这个要 中医要跟西医去结合嘛 大部分的这种基础研究的基底 都是消除了 拘捕了炎症反应 和炎症水肿 来减少了这种症状 那你如果说知道这一点的话 那你这个 对这种 病人的话呢 你可能 就是处理起来呢 就大概心中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把握 那它的表现呢 就是包括很多了啊 因为我们说的这种典型的 这种 建议性薄型的一种表现 这种表现呢 就是经常病人会说 我们这个走路不行啊 走一段路 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又能走了 再走一段又不行了 又要休息一下 出现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 腰背痛的病人呢 就占到的 大概是90%到95 还有这种 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我们说的这个 蹭影窝 以及椎间孔 狭窄之后 引进神经卡压 那还有70%的患者呢 都会出现这种感觉的症状 比如说这个下肢的这种 盲目感 包括一些基地的减退 这种基地减退的患者呢 占了33% 小便的障碍占了12% 那其实我们从它的这个 占比来说呢 我们其实 可以推测啊 我们这个治疗方案选择的时候 大家现在目前的这种 专家共识 也是其实70%到80%的患者 是可以采取这种保守治疗 真正手术的病人呢 其实只有20%到30%的 那什么情况下手术 那就是说我们在这种 有这种基地减退 有这种小便障碍或大便障碍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 就是不要冒险了 再用这些传统医手法 或者是什么样 去给它治疗 否则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引起一些 后期的一些医疗的纠纷 因为在这种神经出现 这种激励下降了 这种小便大便障碍了 你再用这种针灸 其实是很难很难恢复的 反正我是在领导上面 就是 基本上没有见到 用这种针灸也好 推浪也好 能去处理这些病的 大部分都是要靠手术来处理 当然了 在座的各位可能中医方面有很多的经验 也许会遇到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疗效的这种病人 等一下我们就是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 我也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那椎管辖诊呢 有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叫腰部后身受限 那腰部后身受限呢 就是我们在后身腰的时候 引起了一些的腰痛以及下肢的症状 其实呢 它是主要是它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椎管内有效空间减少了 在后身时候呢 这个后方的一些的关键党及黄人带几项的椎管 所以导致更进一步的下载 那椎管长度 输短 椎间孔变小 不好意思啊 椎间盘呢 突向椎管内 导致椎管内的这种压力的 急度的这个升高 还出现我们的下肢的麻木和疼痛 那如果这种患者呢 他把腰呢 恢复到这个肾脂位或者是前驱位的时候呢 他的症状可能又马上减少 就减轻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椎管病人 大部分来的时候一定是攻着腰的 手扶着腿或者攻着腰来的 没有说养着这个腰来进来看病的 那如果是养着腰来看病的 那我觉得这个椎管狭窄的这种诊断啊 是是要进一个商榷的 对于这种椎管狭窄 它的分类啊 分类的话呢 有先天呢 有这种叫后天的 先天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椎管的这个发育性的 啊 因为他的发育有问题是三叶型的 所以 这个早期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椎管的 这个 正 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变异啊 啊 导致这种后期问题的一个出现 还有这种诸如症患者啊 他的大部分的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叫椎管狭窄症的一些表现 啊 那现在的临床上面的椎管 我们大部分还是一个后天性的为主 啊 就于这个劳损 这个 长期的这个弯腰活动的 还有久坐的这些的病人啊 出现的 那这种 他的这个椎管狭窄 他的分型 分型的话呢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解剖啊 也分为这个下面进行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中央型 中央型呢 主要是 因为这个脊髓硬膜啊 压迫 那硬膜压迫的时候呢 他会整个会出现一个双下肢啊 一些症状啊 以及甚至呢 出现这种马尾的一些的 这个表现 包括这个双下肢无力啊 臀部 呼应部麻木 那第二个呢 就是神经压迫症状为主呢 意大利呢 有侧瘾窝的和椎间孔的 那侧瘾窝的 其实受裂呢 大概占了8%到11% 在这个椎间孔型呢 出口跟手压 以及单侧 受裂 单侧的症状的 这个患者呢 就是说呢 占多数 那这个神经压迫之后呢 我们会出现 我们相应的这个神经根 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这个15神经根 145这个间隙狭窄 或者椎管 神经根管狭窄 导致这个15神经根受压 那我们可能出现这个 小腿外侧 足背的一些的感觉障碍 或者出现这个 足膜 足膜背身肌的一个减弱 就一走路 这个小腿就不行 脏痛 这个脚勾身也不行 如果是那12的 那个高位的话 它可能出现 大腿的一些症状 不同的神经跟受压 它表现出的症状不一样 那其实在这里 我想强热的是 这个患者 这一般来说 我们出现145 15底 这个突出 和椎管狭窄的是 最常见的 一般来说 134以上的这个 椎管狭窄也好 椎管狭窄也好 如果有神经症状 它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的 股四头肌的一些 这个感觉和障碍 那这种股四头肌 受累 它的受的影响 会比我们 这个下面的 这个颈前肌 还有这个肥肠肌 这个影响 会要大很多 所以在处理 高位的椎键盘突出的时候 就是 大家一定要慎重 这个一旦出现 这种神经的 这种损伤 或者是这种激励的 减退之后 它的恢复 就是确实很难 对于这种 我们过区位的时候 它的黄人蛋 是拉脂紧张的 可以减少这种压迫 所以呢 对于椎管狭窄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让他骑自行车 可以这种爬楼的时候 他可以减击这种症状 所以大部分 我们会让他做一些 的骑车的运动 来增加这种下肢的激励 但是呢 比如说跑步 仰卧起座 或者做其他的 我们不建议做的 那它的诊断呢 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 这个椎管狭窄的病人 第一个就 健硬波形 这种症状 那是基本上 是可以确诊的 但是在临床上面 我们会常见的 就是这种 病人的主数比较多 一查起来 就体征少 就什么呢 就说这个病人 来的时候是腰痛腿痛 但是你做直率抬高呢 它挺好的 能抬到这种 七十度八十度 都没问题 你说这个 下肢这种 做骨神经呢 它可能有点症状 做这个挺肤试验呢 它也是阴性的 在临床体格检查方面呢 它这种出来的症状呢 就很少很少 但是它的自己的 自我主数和表数呢 就非常多 所以我们专科查体的时候呢 这个很明确的阳性体征 是没有的 所以大部分我们通过 它的一个主数 以及它的临床的这种 影响学表现 还有些平常 日常生活的这种 这种表现 来判断 它的这个追管狭窄 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 部分患者呢 都可以出现 腰部过身实验 它是一个阳性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因为这个条件好了 还有些走步机啊 进行步行的一个耐量实验 来判断它的一个 相对的下载程度 那还有部分患者呢 它就出现这种激励 一些反射 一些感觉的异常 这种呢 就是一般来说 激励减退啊 反射的这个消失或减弱啊 这种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那可能说我们后面讲了 这个在治疗方案的选择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这种 更高级别的一些治疗方式 这是一个它神经定位 这我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可能我不知道 在各位这个平常的日常 治疗过程中 会不会经常用到啊 但现在在我们这个 正正规的一些医院啊 这个医生来说 可能是必须要掌握了 因为不同的神经呢 它的定位的这个区域 是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后期 尤其是这个 微创的治疗也好 微创手术也好 或者是开放手术也好 它的这个方式的选择 就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腰三 腰三神经 腰三神经 我们看到啊 这个区域 我就个人认为啊 这个一般来说 腰三以上的神经 这个出现受压的时候 我们要仔细的进行一个判断 它是因为这个 神经根的压迫为主 还是刺激为主 如果说是一个这个 狭窄或者是突出 一个单纯的刺激 引起了这个神经根水肿 这种的话呢 通过我们这种 传统医学的这种治疗 就效果特别好 恢复也很快 那如果是一个明确的 这个根管的狭窄 骨性卡压 或者是一个 最肩盘突出 黄带恢复一个软性的挤压为主 而且患者又同时出现这种 很明确的神经症状 包括基地的减退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大家要慎重选择 建议它手术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种神经的压迫 这种 一旦就是说 症状持续下去的话呢 很容易引起患者的 这个出现一个 偏瘫 或者是这个残疾的过程 后期就会引起 很大的一些医疗纠纷 下面讲一下这个影像学 影像学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诊断 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面也好 就是不管是门诊 还是这个病房 这个首先第一个要求 就是影像学 然后还有临床症状 一定要两个要相符 才可以就是给出一个 明确的或者正确的一个诊断 后面呢 才进行一个 就是 就是更准确的吧 一个方案的选择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 有这种影像学表现 但是没有临床症状 那这种患者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呢 早期考虑这种功能锻炼和保守为主 那如果这种患者症状明显 影像学不支持 那就要就要考虑 就是说呢 就要继续去查它的原因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导致出现这种 影像学跟这种 临床症状不符的过程 因为这个 二者达不到一个很好的统一的时候呢 很容易出现 会出现一个误判的过程 在我们的这个腰椎呢 我们通关就三就三个一些的诊疗方法吧 第一个是X线 第二个CT 第三个核磁 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三个的区别啊 那其实很多的 这个患者呢 对于这三个检查呢 都会有一些的疑问 他们总会觉得我做了X光 为什么要做CT 做了CT 为什么要做核磁 那如果你不知道 很多一些年轻医生会说 你做个核磁 就可以了 他会觉得我做个核磁 什么都看到了 又看到神经了 又看到周肩盘了 为什么我还反而复复复 去做X光 这个世界 那这三个其实不一样的 我经常会跟这种患者去说 X线CT 以及核磁 它其实是看物体 就是你要看物体 物体是一个360度的 这得以看物体的几个面 把它都看全了 为什么这么说 X线呢 因为它是一个二维成像 我们只可以看到 它一些是锥体 一些骨性的结构 而且是一个前后位二维的 你很难判断到 它的侧方 或者前方 或者是这个 根管 或者是这个侧影波 这个地方一些的变化 所以X线呢 只能给我们做一个 初步的评估和判断 但是当然 它这个X线呢 我们可以通过X线 可以判断这个人的脊柱 发育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侧弯啊 它的力线正不正 它的脊柱两边的平衡怎么样 这个是给我们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那有了X线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CT CT呢 它是一个三维的扫描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 这个 死状位和 罐状位 以及横切位 这三个面的 椎体的 不同的部位的 不同的一些的影响学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进一步的 就是 让我们做出一个判断 比如说这个人 椎间盘突出 啊 是不是有突出 第二突出呢 是往哪个方向突出 啊 那个 突出的大小 以及这个 关节突关节 啊 这个有没有增生 啊 黄带是否肥后 啊 侧影窝是否狭窄 等等啊 都可以做进一步的 一个判断 啊 第三呢 就是这个核磁 MR 那MR呢 它其实呢 它主要是针对的 一些的 脊柱的 软组织结构 啊 做出一个 评估 它是 那XCT呢 它是看一些 的股性的 二维和三维 那核磁呢 它是看一些 的软组织 包括椎间盘 包括这种神经 啊 椎间盘有没有破裂口 啊 神经根有没有水肿 啊 这个后背的 这个腰带 大肌啊 这个多类肌 素肌肌这一块 啊 肌肉有没有 一些问题 有没有随重信号啊 等等 通过这三个方面 结合 你就可以对 整个脊柱 做出一个 最优的一个判断 那这个最优的判断 就牵涉到 我们后期选择 比如说这个人 他这个 来了之后呢 你做了 X光 这个有滑脱 啊 和CT呢 你看了也有狭窄 但是呢 这个人 他没有任何的神经症状 你做了何时发现 他的腰背部肌肉呢 有水肿 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单纯的 这个腰背肌的脑损 啊 或者是扭伤 这种出现了一个 急性的炎症反应 那这个的话 你通过一旋转 针灸 退脑 很快给解决问题 啊 你不需要 来了之后 我就要解决 他的滑脱问题 或者解决 他的这个 对方狭窄的问题 啊 所以呢 你会 判断这个片子 你会做 临床体格检查 你就能做出一个 相对于 更合理的 这种 这种 诊断和病因的 一个探究 啊 还给出一个 合理的这种方案选择 那我们X线呢 我们看啊 再具体一点 就是看他的追尖系 啊 追尖系的变化 追尖系 比如说 这个上下高度 啊 正常来说 都到七到八个毫米 那有的人 这个追尖系呢 现在只有三个毫米 然后五个毫米了 那通过这呢 我们就可以判了 他的追尖盘 肯定有问题了 啊 追尖 为什么呢 因为追尖盘的高度 丢失了嘛 肯定是出现一些 这生化的过程改变 有突出啊 啊 或者是有随和 这个信号的 这个寒水量的降低 或者二型胶原的 这个减少 啊 这个追尖盘的 弹性磨量少了 所以他减起 高度就会变载 那他的追体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增生 啊 包括这个关节秃 啊 包括这追体后缘 这个地方有没有增生 前缘也没有增生 啊 那如果他是这个 增生就很严重 如果这个 所有的追体都增生了 那你要考虑 有没有一些的 免疫系统的问题 比如说强劲 基督炎啊 啊 还有练腐生啊 这些问题 那如果没有 他就是一个 单个阶段的 追体的前后缘的增生 因为他的这个 追尖是不是有不稳 可以再做一个动力 为进一步评估 啊 因为他不稳 不稳 是因为他的追尖盘 有突出了 啊 这个关节突 关节囊 松弛了 啊 整个的这个 肌肉的 符合体的 稳定性变差了 包括肌肉的 这个弹性 啊 这个束缚力 这个肌力 这个叫 激张力 降低 啊 这个追尖 追尖系不稳 那就会出现 我们很多时候 出现这种 叫这个 追管下载 啊 或者追尖盘突出 那对于这种 滑脱的病人呢 滑脱病人 他的追管呢 是肯定 是会有下载 但是不一定 百分之百 都会出现症状 啊 有的老年人 我们看到这个 胶追滑脱 滑脱到二度以上的 三度了 他还好好的 啊 走路啊 各方面都没问题 那你要 那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因为他的可能 这个第一个 他的追管 比较大 发育了 第二 他肯定就一个 单纯的滑脱 他这个 后方的这个 他的神经 这个没有受到 明显的压迫 啊 那这种患者的话呢 我们就是 处理方式呢 又更简单了 啊 就不需要 就扩大化 去处理 那CT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 他的关节图 啊 到底是 真身是肥厚 啊 还是肥大 啊 追半真身的方向 到底在哪里 以及这个侧影窝 啊 他的狭窄 狭窄到什么程度 甚至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追管内 到底是追尖盘突出 还是一些的 后寸带的骨化 啊 那 如果是一个追尖盘突出 是一个软性的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中药内服啊 啊 一些的这种 针灸理疗啊 啊 可以慢慢让他这个 恢复 那如果是一个 那如果是一个骨性的 啊 这个追尖盘 这个突出 盖化了 或者后寸带 盖化了 啊 引起的 那我们说 你在吃中药也好 或者做正确也好 你说他能吸收吗 那我想肯定很难 啊 这个骨头 真身 它是一种很正常的 啊 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那真身的骨头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保守 啊 理论来说 是不可能吸收的 啊 因为一旦这个 真身的都能吸收了 那你其他骨头 不都吸收了 所以对于这种 呃 真身 真身的 这个骨块 啊 所以这种 钙化的骨块 这种 我们在 这个有神灵症状的情况下 那 尽量的选择手术 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那核磁共振 我们可以看啊 它这个 一些软性的 包括追尖盘的信号 啊 包括这种 黄带肥厚的程度 包括这个神经根啊 是否有一些的种 水肿啊 都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 追尖内的一些麻尾 神经啊 有没有发育性的异常啊 以及神经根的卡牙程度啊 甚至包括我们这个 后部这个肌肉啊 这个肌肉有没有水肿 那其实它这个是一个 这个横断位的 我们呢 其实如果从 吃状位的片子上 就可以判断 这个后面腰背肌 肌肉啊 是否有一些的 高性化的表现 来判断它的肌肉损伤程度 那这个 还有一个啊 我们在这个核磁也好 CG也好 我们就会做一些的 就是领床上面 会做一些这个测量吧 这个测量可能 大家用不上 简单了解一下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正常的前后镜 如果小于10个毫米 啊 这个是 就是处于这种 比较狭窄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 我们核磁看一下 核磁就是有时候 你看到它的狭窄 这个 你周边的这些组织 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判断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CT 来看它是因为后方的这个 这个骨化 关节图的增生 啊 还是因为这个突出啊 引起的啊 再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 腰椎核磁测量 椎管面积的一致性 和可存护性呢 是比这个CT呢 稍微重建的是更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明显的这个锥管位置 但在这个CT上面呢 我们其实是一个 大概性的判断 啊 因为这个 那个黄人带也好 还有这个锥肩盘 还有这个锥管 其实他们的这个 颜色啊 影像学呢 就是比较相近的 啊 除非你去测量它 测量它的CT值 但往往测量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些偏差 啊 就没有这么明确 那对于这种 中央管的 这个狭窄的分歧啊 我们大概分为三度 三度的话呢 就是 呃 简单 知道一下 第零度的时候 就马尾神经 前方 它的脑基液是存在的 啊 就是我们这个 马尾神经 它前方脑基液 存在 零度 啊 一度的时候呢 它的脑基液呢 就消失了啊 啊 但是神经呢 更还是相对的 比较分散啊 漂在这个 一抹囊里 在二度的时候呢 这个马尾神经 前方脑基液呢 就基本上没有了啊 这部分神经 它就聚集在一起 成为一树 到三度的时候呢 这个脑基液完全消失 神经之间就没有间隙了 就是四方 360度都出现卡压 啊 那这个 在侧影窝啊 侧影窝大概在在 我们刚刚说在这个位置 侧影窝是神经跟 入口的地方啊 啊 那侧影窝这个地方呢 因为肇间盘突出 和关键突的这个增生啊 和一旁的肥后 就很容易引起 侧影窝这地方下载 它呢 它的测量是在 这个椎体的后远 到这个椎公根 这个地方啊 进行一个 这个 就是就是一个 在这个 电脑上进行一个测量 我们现在这个测量的话 都是在 就是电脑系统里测量的 因为这个不可能手量 它是有一个标尺的 所以电脑系统量出来 这个尺寸呢 是比较精确的 如果你说打片子出来 进行测量的话 会有一些误障 在这里呢 其两个概念 一个叫马尾神经 这个叫冗余针 一个叫马尾神经 成降者 那为什么说这两个概念呢 因为这个 两个这个诊断呢 就是 可以让我们 比较明确的区分 这个患者是用 做这种保守治疗 还是做手术治疗 因为在如果遇到这种马尾 这种冗余针的时候呢 它预测这种椎管 是这种狭窄的比较严重 这个手术的效果 可能指针更强一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狭窄之后 会出现上面这个 马尾神经 出现一个 叫曲折曲曲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沉降针 沉降针呢 这阳性呢 它也是提示 这个椎管狭窄 这个阶段的 一模二的压力比较高 所以诊断严重的这种 这种 如果遇到这种 马尾成量症 其实它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椎管狭窄 而且呢 它的这个术后的效果 可能会比 保守的效果 要更好一点 那其实就给出了 我们在病床上 选择病人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我们没有必要选择 这么复杂的病人 来做保守 给自己下套 到时候进去之后 它出不来 我们选择一些 合适的病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对我们的这种 临床这种 知语度也好 或者对这种 后期的这种 效果的评价也好 我觉得都是挺好 没有必要 就是顶着困难 要往上冲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 可能是 什么问题 都可以处理得好 但大部分呢 我们还是 要选择好病 那X光CT这个影像学呢 就是我们通过 不同的这种影像 可以看到不同的 一些的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 综合起来 就是给我们做出 一个更好的判断 那现在就是专家 有个专家共识 就是说对于这种CT 和核词上面 没有见到明显的 硬末了 或者神经根受压的 它可以考虑 做这个腰椎管的造影 如果阳性者 可见一模狼的 和神经根绣造影 充盈缺损或欠佳 就是显示 可以显示出 不同体位下 一模狼和神经根受压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CT也好 核词也好 这个看了之后呢 也没有发现明显的 这种神经根 或一模狼受压 但是患者的症状很重 那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考虑做一个腰椎管的造影 因为我们做椎管造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脊髓和神经根 是否有缺损 是否有充饮 来判断 到底是 有没有神经根压迫 或者是哪个神经根出现了压迫 或者它压迫的点位在哪里 都是一个判断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种病史也好 这种查体的阳性体征也好 都是比较符合的 那我们做核词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检查方式 它就是第一呢 没有辐射 第二呢 它可以更好的显示这种 这种就影像学 如果核词工程做不了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造影 这个它的推荐级别都是B级 推荐什么意思呢 就是推荐 如果是推荐A级的 那肯定是最好的 那推荐B级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越到C级D级的话呢 就是可能不是说大家是公认的 或者是建议的 在你选择的时候呢 就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合不合适 合不合规 胶椎管狭带症呢 我们就说在诊断的时候呢 还要做一些鉴别诊断 这种鉴别诊断呢 主要是跟这种血管原性的 或神经原性的 去做一些的判断 那因为有一些的这个 下肢的一些关节炎 还有一些神经原性的病变 尤其是外周神经病变 甚至一些肿瘤啊 感染的 这个腰底虫的病变 也会引起这种 比较类似于这种 这种椎管狭带症的表现 比如说健性薄型 或者是这个 下肢的一些的疼痛 麻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做出一个鉴别 因为你的 鉴别不明确 你可能会增加你治疗的难度 以及治疗的风险 那我们 怎么鉴别 那就看那个症状区别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血管原性的 而椎管狭带症 这种健硬带症 它是有这个距离感 但是血管原性它不一样 它都是固定的 包括神经原性呢 它是一种变化 它就有区别 那这种疼痛的感觉呢 它会也有区别 因为这个 血管原性它是一种脚痛和紧缩痛 神经原性的变化呢 它是一种顿痛 麻木 那这个活动的缓解时间 血管原性就会出现一个迅速 如果你停止活动之后 马上就不痛了 但是这个神经原性不一样 你这个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子 它可能这个症状才能缓解 等等 就是说你通过这些的 它不同疾病之间的 这种临床表现的差异性 以及一些的影像学 这个检查 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明确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各位医师啊 在这种国外车从事自己自我的门诊的这种 这个诊疗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这种鉴别诊断 因为很多时候呢 当你不能够完全明确的时候 就很容易带来一些 这个医疗的纠纷 甚至 就是说我们医生最怕的就是东西 因为有时候 如果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病人又是投诉 又是起诉你 就搞得可能这个职业生涯都没有了 那我们在这个 有这种正规的医院里呢 可能好一点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检查 可以请相关课室进行会诊 来明确 以减轻这种医疗事故 这个叫医疗事故的发生 也就是我们的诊断不明 来减少这种医疗风险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临床诊疗的时候 做出正合适的这个诊断 以及一些比较接近的这个鉴别诊断 就对于我们这种 这个诊治的这种效果 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一个这个血管原性的 鉴阴波形 它有一个外周血管波动性的减弱 以及这个皮肤毛发稀疏 这种特点 那腰椎管狭解症的诊断呢 我们一方面是依赖于这种症状和影像学 还有呢 我们就是要考虑它的这种 现在因为有这种积电图 可以考虑做积电图 来判定神经是否有损伤 那我们在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你 就是比如说肢率抬高 你这个给它抬高了 它抬不起来 阳性的 你查积电图 它一检测出来之后 它不一定是神经 或是对应的神经阶段的一个损伤 那你要考虑是不是其他原性 所以呢 现在我们使用积电图的检查呢 这个比率也是越来越高 那这种推管狭解症 排除了其他的这种疾病的情况下 就可以采用这个 你比较擅长的这种方法 或者方式进行处理 可以就是达到你的预期 那我们在给出诊断的时候呢 就是要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临床的症状 以及这种更新的这种表现 还有这种影响学的表现 三方面的结合 来给出这种叫到底是这个追管 是否相对 或者是主管相对证 还是具现犯出证 或者是这种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有战略性病变 给出这种比较明确的这个诊断之后呢 进一步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方案的选择 那就总结一下他的诊断 第一个就是 轻中度追管狭窄的患者呢 他是很少出现这种急性或严重性 这个一个神经损害的 所以在这种病人呢 就是给了我们这个 很大的一个保守的空间 第二呢 核实功能如果疑似追管狭窄的患者 他呢就是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方式 第三呢就是影响学检查 我们和这个 和病史呢 和体格检查的一些特殊 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 同时呢 应该在这个了解 特定部位受压的基础上呢 要进行一个询问病史 以查题 第四呢就是 对于这种 还没有单一的诊断性检查 可以明确 只能有症状的 疑似管下载 就是现在你 还没有说哪一个 检查或者什么 能够明确的做出 你就是疑似管下载症 因为他本来发生呢 他的从解剖来说呢 他就是比较一个复杂过程 所以需要我们临床的经验 结合这种影响学 做出判断 仅凭影响学的异常表现的 我们要警惕就是 这种影响学异常表现 并不是诊断 有症状的 追管下载症的一个 可靠办法 因为很多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这个 没有症状的这个 追管下载的病 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就是 老年人这种 追管退役改变的时候 他追管有下载 但是没有症状 这种的话呢 就处理 我们就是要选择这种 就是不要过激的方案 一些可靠的 保守的方案 还有就是评估这个 追管下载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 记住就是要做一些的 相知血管的一些检查 包括这个彩操啊 一些是这个 深的血管噪音等等 那进一步的 就明确我们的这个诊断 这个蚂蚁神经 这个 勇于 勇于这个症啊 这个 我们刚刚说了 你看到他这个 我们这个片子看一下 他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 脊髓啊 追管 一个蚂蚁神经 在这个 三四这个阶段 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受压 那其实他受压了之后呢 他这个上位的啊 上面的这个蚂蚁 我们可以出现他出现了一个啊 区区 一个区区 一个叫 这个 这个收缩的一个过程 就是 假如就是把它 窝在那里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蚂蚁神经 它的损伤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啊 那我们手术 尽早的手术治疗 这种蚂蚁神经的恢复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错过了时机 他可能这个 患者 会出现一个 大蚁蚁神经的表现 甚至双二肢 无力 不能行走啊 就会延误这种机会啊 这种就是 给患者其实带来了 很大的一个 这个后期的这种 生活上的不变 所以我们这种患者呢 大部分就要做一个 追管的减压手术啊 来减轻他这种问题 还有这个沉江针 马蚁沉江针呢 我们就是 可以看到这个 马蚁沉江针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 这是我们正常的 我们腰椎 我们平躺的时候呢 这个蚂蚁神经 因为重力的原因 它会到下场 它会下沉到这个 这个追板 和追风 这个追板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你这个所有的 马蚁神经呢 它没有下沉下来 它是分布上去 这种情况是因为 它上位 出现卡压了 导致的下位的 这个马蚁神经 就是一直在 飘在中间 它不能够下沉 正常下沉 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样一个病人 这个手术 他的就是阳性病人啊 有这种阳性病人的 大部分都是要 接受这个手术治疗 尽量的 除非这种患者 他没有一些的 就单纯那个腰痛 没有一些的马尾 或者神经症状 你可以做这些保守 它可以取得 很好的效果 上面呢 就是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讲了这种 这个腰 脊柱吧 应该说脊柱 腰椎啊 这一块的一些解剖 为什么讲这个解剖呢 其实解剖呢 其实我 工作这么多年呢 我也觉得这个 其实我最早是学中医 纯中医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 就是基本上 也学了很多的西医的东西 尤其是现在 在临床上面 中西医结合为主 那我觉得 不管是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这个人体的解剖 跟我们的这种 传统的中医的理论 有很大的 这个关联 比如说我们通过 这种影像学的判断 可以加深我们对这种 脊柱筋骨的 这个平衡 这个理解 可以这种 对于我们后期 选择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手法 做怎样的平衡 矫正 就有很大的一个 指导意义 如果我们的解剖 很熟悉 我可以 比如说这个人 他举手测完了 那我可以 看他的这个平衡 左边的平衡不好 右边平衡不好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 结合我们的手摸心 会去检查 这个患者的 这个疏敌肌 这个腰背部的 这个肌群 哪边比较这个紧 哪边是松的 那我们就相对应的 给予一定的手法 去处理 其实大部分的疗效 都非常好 其实他这个理论呢 就跟我们现在 这个经常说的这种 这个叫这个筋膜理论 其实也有很大的关联 其实这些的纵观 这些全世界这么多理论 这国内我们传统的这种 筋骨平衡理论 还包括这国外的这种筋膜理论 还有包括其他的等等 他其实呢 他的最终的一个关键 就是一个结合点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如何 让人达到一个平衡 不管你是内环境的平衡 还是一些外在筋骨的平衡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达到平衡之后 我们人体 才能少生病 才能出现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很多老年人 他的腰也拖了 这个走路上就抬不起来 但他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是拖了 但是他的两边的肌肉 筋骨 它是一种平衡状态 所以对他的生活 影响就不大 那这种病人 他就很好 因为他达到自我平衡状 那还有我们讲 这种肿瘤病人 也是一样 为什么中医治疗肿瘤效果好 因为中医通过中药的调理 他就让人体自身 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 就是说我不像西医 我西医化疗药 我杀肿瘤细胞 又杀正常的人体细胞 这个双方都会受到损害 所以很多人 在接受到化疗之后 然后放了之后 虽然肿瘤小了 但人也不行了 但中医不一样 中医呢 我就让你这个肿瘤细胞 跟这个正常的人体 我要共存 对吧 我们要达到一种平衡 那这样的情况下 肿瘤 不光不发展了 反而可能会慢慢的消除 其实就是一种 阴阳平衡理论的支持吧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这种 这个现代医学 治疗腰痛 它的阶梯方案 如何选择 以及我们传统医学 治疗这个腰痛的一些原则 现在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灵状上面 治疗这个椎板狭窄也好 椎间盘突出也好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阶梯的方案选择 这种协推方案呢 就是从 最新的保守治疗 然后到大的 就是慢慢的 我们到这种手术 现在说不是说 在中医院啊 中医院来说的话呢 我们大概都是这种 指导思想 但在西医院呢 可能不会有这么多 因为它没有一些 我们中医的特色这种方法 可能除了这个卧床 除了这种吃西药 然后直接就到手术了 但在中医院校呢 我们有这种方法选择 所以对于我们 选择治疗来说 就多了一些的 更好的武器 那我们说 对于这种推感狭窄 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一些的卧床 通过一些功能锻炼 很多这个患者呢 慢慢的症状就 基本上就减轻了 那对于这种 疾病的进一步发展之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中药 一些外用的高药 以及针灸推拿 轻移来治疗 那西医呢 可能就会用一些 消炎止痛的药物 那再进一步呢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微創的方式 比如说这种 中医的小针刀 还有这种蜂蜜 以及这种西医的 打神经根组织 一些射频消融 来解决问题 那这进一步呢 不行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种 现在比较流行的 这种椎间孔径技术 也是微创一种 等等 甚至到最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 整个椎管 或神经根管的一个紧 那在不同的这种 治疗要发生的 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选择 其实都是根据他的病人的症状 以及诊断来选择的 不是说来了之后 我这个病人 我都要从第一步开始 先卧床 卧床不行 再吃药 吃药不行 再做什么封闭 或再做手术 不是的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 根据他病情的发展 病史的长短 以及他现在的这种需求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案 给他 这样呢 第一个能达到你的预期效果 也能让病人满意 提高这个满意度 也能增加你的这个 后期的这个病元素 所以呢 我们讲治疗 一定要讲诊断 一定要讲这些病因病激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 给做出一个合适的 这个治疗方案选择 那这个 对于这种保守治疗 就是我们说的 最早期的卧床呀 还有功能锻炼 那我们主要是呢 要指导患者 第一就是平时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我们呢 就是说呢 经常说不能久坐 不能久站 不能老是弯腰 为什么 这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基柱 我们有一个图 这个脊柱 我们脊柱正常 站立的时候 它的脊柱受力 它是最小的 当我们的脊柱前缺 比如是搬重物的时候呢 它的因为重心的前移 它的利弊的增长 所以它的受力是 脊柱的受力 比占了一个正常位的 这个受力要增加了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你前驱搬重物 或者弯腰搬重物 这种情况下 整个脊柱的负重会增大 你的椎间盘的受力 以及关节囊关节 这个关节突 这个后方的复合体的受力 都会变大 那变大的同时 它如果它的力量减弱 它就要靠椎体带长 椎间盘带长 长期以往就会出现腰痛 椎间盘突出 椎间下载 所以这种养成好的习惯 非常非常关键 那还有我们说做 那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四平八稳 上身要直了 有靠背的地方 仰腿要自然下垂 一定要是抬头挺胸 然后后背变直 因为我们在这种状态下呢 我们的脊柱的负重呢 也是最小的 那如果说有的人东倒西弯 我们说经常改喉躺也好 或者是这种老式这个前驱 那这种状态下呢 你的脊柱受力的又不一样了 它又增加了 你的椎间盘的负重 那这样它发生 这个椎间盘 蜕变 追管狭窄的这种 这种发病率呢 就大大的增加 养成好的这种生活工作的习惯 对于我们的整个的疾病 就是一种减缓一种遏制 也就是其实是一种治疗 就是我们说的自胃病 胃病 这个病人要先防后治 能防尽量防 所以呢 这个跟病人的这种沟通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对他进行这种 很多这种语言上面的这个指导 包括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改变 你就可以帮助他 更好的进行一个 病症的这个痛苦的减轻 那还有我们说进行这个 腰背肌锻炼 积极的做 技术锻炼 因为这个腰背肌的力量 它就相当于一个 这个我们说雕车的这种揽绳一样 我们前驱的时候 你是靠我们的腰背肌 这个进行一个对抗 如果说你的腰背肌力量不够 你老是前驱 老是这个弯腰 他这个对抗呢 会经常引起他这个弹性的降低 我们会经常有时候 一块肌肉 你会摸上一些的 这个这个厕所厕所样的东西 你先是经节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老是经节 老是经节 他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在早期卧床 和功能锻炼的时候呢 只要给患者做出一个正确的指导 那对于这种 保守这种卧床休息 这种 这种还有这种功能锻炼 他不能够缓解的 或者说有的人这个就想进化好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这个按摩呀 针灸 一些电疗 来进行一些治疗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进行一些的腰围和支柱的固定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一些腰椎不稳的 因为我们这个带腰围呢 他可以增加腰椎稳定性 改变他这个腰背部肌肉的 长期的劳损 这样的话呢 他的症状呢 减轻的这个时间就会输的 还有一些功能锻炼 那我们这个图呢 其实是我们最早的 什么拱桥啊 还有小燕飞 呃 其实现在呢 这个 我们现在功能锻炼方式 已经就是改变很多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 像这种拱桥也好 小燕飞也好 可能年轻人还行 你说老年人怎么能拱得起来 肯定拱不起来 所以对于老年人 还有一些的这个有特殊病的 比如说脊柱侧弯 或者是厚凸 这种引起的这种追贯狭窄 那我们可能会知道他做一些的 就是他能够做到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说三家工 啊 比如说这种 呃 这个扶墙的这种扶卧撑 啊 那具体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再说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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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讲功能锻炼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如何锻炼啊 锻炼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其实你不管做任何的 这个 功能锻炼的指导也好 或者是 或者锻炼也好 你一定要知道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锻炼 锻炼的意义在哪里 啊 就像我们健身房这个教练一样 对吧 我想想练广投机 啊 我要做什么运动 我现在要做这个 提升我的这个股市投机 我要做什么运动 一样的 那你要知道他做功能锻炼 你首先要知道 他哪块肌肉需要锻炼 啊 他是这个 多列肌 左侧的 右侧的 啊 还是这个 腰大肌 还是其他的肌炼 因为你知道了之后呢 你的 这种 针对性的 这个肌肉力量的加强 对于他 长期的这种 腰椎稳定性 是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我们要转 他一个是肾肌群 啊 还有这个腰椎的核心肌群 腹部肌肉力量 都要锻炼 啊 那我们这个腰椎的肾肌群呢 包括多列肌 腰大肌 它呢 主要增加 椎管 恒结面积 以及一模那样的容积 减少一模外压力 和静脉充血 从来改善症状 那这个核心肌群呢 包括还有 这些地面的抗阻训练 啊 这种悬吊的 比如说单杠 臀肘 还有普拉提 还有就是要做一些体重 这个 支持 其实体重支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 减体重 在正常体重范围内 做自动训练 第四个呢 我们说水中运动 水呢 其实游泳 是比较好的一种 这种腰椎运动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水中的时候呢 我们的肌柱呢 是不负重的 飘在水里面 我们做 这种挖泳也好 自由泳也好 我们是做整个 腰腹部 肌群 一个对抗训练 它不光可以增加 我们的整个核心肌群力量 而且 在这个 对肩盘和脊柱 不受力的情况下 就当年 所以它的这种方式 是相对于 这种对肩盘的病人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 对所有的这种 腰对肩盘也好 对管下台也好 让它能够尽量去做这种游泳运动 这样的话呢 都长期坚持 它的整个的这个 腰部的力量会慢慢的增强 然后稳定也会变好 那第五呢 我们说现在这个中医别中医的这个台积拳呀 这个武器系呀 还包括这个瑜伽 那瑜伽这个运动呢 我觉得就是说呢 有些很多人啊 会做这种瑜伽的运动 但是有的人做得好 有的人做得越做越严重 为什么 因为瑜伽呢 它是讲究一个这个 肌肉这个弹性 还有一个极限的运动 很多人呢 做瑜伽 他可能从很小的时候 或者甚至就开始长期的坚持做 这种情况下 瑜伽的很多动作 他能够完成 还不出现肌肉的损伤和前拉 但有些人呢 他是半路出家 这个兴起来了 去做一下的 平时也很少做一些这基础的这种 辅助的这种肌肉训练 那他一做就容易受伤 尤其是这个腰背肌拉伤 因为他的腰背肌 在做一些特定动作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去对抗 或者是能够完成那些动作 所以出现了肌肉一个拉伤和老鼠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的话呢 这个对于这个现代医学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呢 都认为这个主要是一个 巨部组织的炎症反应 无菌性炎症 所以呢 大部分会给予一些的 这个肺载体的消炎症痛药 包括塞来基部 不乐分 那还有呢 就是会用一些的 不因素B12的 加管之类的营养神经的药物 以及这种消水种的 比如说麦汁的 甘露层 还有这些基塞米松 当然了这些药物呢 吸药的东西有效果 而且很好 但是呢 用了之后呢 就是都会出现一些 不好的并发症 尤其是就是在座的各位 可能在这种 美国的话 也没有这种处方权 那所以呢 就是用中医的方法 于是中药治疗呢 可能就更为 显得更为的这种重要了 那中药治疗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我们 在临床上面常用的 我们中药因为对他 这种患者呢 是有很大的这种 治疗效果 对于中药来说呢 我们临床上现在呢 大部分啊 这个分为四行 第一个对于 气质血型的这种患者 那气质血型的患者呢 主要是一个腰腿痛 而且这个痛呢 是一种刺痛为主 而且是呢 白天清呢 夜里重 腰部呢 比较僵硬 我们看舌开的话 会有比如说 有些脂啊 玉斑啊 卖的比较玄的 这种患者 我们现在就是用 这个学乎注意汤 进行一个佳解 主要是行气活血 酥筋止痛 在这个学乎注意汤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这个柴虎 芝克 桃仁 红花 还有这个川雄 以行气活血为主 那这个牛腥呢 包括这个 肚中穿断 构机 其实他还有一些 这个 不肝肾的作用 包括掩护所的止痛 那这样的话呢 就对这种 气质血鱼的这种病人呢 就是 就很好的这种治疗效果 第二行呢 我们叫这种 寒丝壁阻型 寒丝壁阻型的患者呢 他主要是腰腿痛 比较重 这个重着 重着 就要使用困 困重困重的 转侧不力 静磨的时候呢 也是不减的 尤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 这种症状就马上加重 还有这个手脚比较冰凉 怕冷 他的舌呢 是淡的 还是白腻的 寒丝壁阻型的患者呢 我们会用这个 读国清晨汤 进行价截 主要是气寒除湿 和宣臂止痛 读国清晨汤呢 它是读国为主 读国穿胸 请靠上一身 度重 跪姿 会用一些跪姿 吸温的 细心 还有防风 等等 那这个 这个读国清晨汤呢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气风湿 止痛 而且现在我们 其实很多的临床上面 一些医家也好 还有一些的 这个 专家 这种 这个 韩式壁阻型的 这种 脊天板突出 脊杆下载 很常用 用这个汤来进行家电 而且这个 读国清晨汤呢 就是 现在研究呢 现代研究 它对它的这个 药理学的研究 也是很多的 也证实了 这种药呢 就是 这个方子 对这种 腰痛的 寒失 阻壁型 风寒失壁型 这种 腰痛的病人呢 都具有非常好的表象 第三型 是我们说 湿热型 湿热型的患者呢 就主要 它是 不光腰腿疼 而且伴有一些热感 这些热感呢 就是 预热 或者雨天呢 它的疼痛呢 就是反而减轻 活动后呢 这个是减轻的 有一些全身表现 比如说 怕热 口渴 小便的短刺 舍滩呢 都是黄逸的 卖的是乳硕为主 那这种病人呢 我们也有 当归年痛汤价介 主要用来是 清热除湿 通壁止痛 那有这个 出生方 有阴沉啊 当归 黄泊之母 以人木瓜 黄脊 以及这种 银花 这种杜众牛膝 第四行呢 我们叫肝肾亏息 肝肾亏息呢 现在就是 其实发病率比较多的 就是大部分的 这个慢性病 就是老年人的 长期的这种腰背痛的 这种 经常腰细酸痛 而且 这个一累了 就不行了 这个症状就加重了 而且呢 就是少气懒炎 这个喜欢这个 疼痛的地方呢 就是怕冷 有时候用热水袋 敷一敷啊 高一切一切就好了 这种人 都是肝肾亏息 那肝肾亏息呢 我们就要 立肝补肾 粗壁止痛 用这种幼龟碗来加减 有鼠地 山药 山鱼肉 狗脊 鹿角胶啊 这些狗 穿断啊 成牛膝啊 吐司 吐司子啊 这些的 就温阳的 不肝肾的 这些药物进行 一个加减 来治疗这种 肝肾亏息型的 这种最喜欢的突出 那这事情呢 其实是我们 可能就是所学的 也是 临床上面 比较常见的 四种类型 但是呢 真正在 实践当中 临床当中呢 我们可能不一定 看到这个 四种来 因为现在很多的 文献报道呢 就是 各有各家的说法吧 也起了不同的名字 但是呢 大部分的这种中药 就是运用这种 独播鸡身汤 补养黄武汤 和生痛 煮鱼汤 进行加减 来说呢 是比较多的 那就是说 他不管怎么样 去说 但是都是 用这些方的演绎 来 这些 万变不离其中 其实真正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 在临床上面 做这种 辨别 辨证诊断的时候呢 辨证分析的时候呢 可能 不一定就是说呢 一定要套用这个方式 因为你要根据 病人的 具体的症状 他需要什么样的 你就给他 什么样的中药 治疗 那现在外用高药呢 就是说呢 主要的功用呢 主要是活跃化于 改善这个 寻经 温经 上寒 这些作用 那其实报道的也好 都非常非常多 而且每个医院呢 可能都有个 三五种的 这个自己的 这个助方 外用高药 贴剂 就是 但是具体就是说 他到底这种作用呢 其实基底是一样的 我觉得 这种高药也好 其实第一个呢 是要有效 第二个 你要知道 他的这个 根本的这个作用 基底是什么 就 把握住这个东西 你不管是 怎么这样运用 其实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呢 如果有经验的 验方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种东西 我们用起来 第一个 这个方便 第二个疗效好 更受欢迎 我就讲一下 我们科呢 现在就说呢 就是常用的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说呢 我们因为是这个中医院 这个 所以呢 中药也好 这个中医特色也好 都是一些常用的 那作为我们 股客来说呢 就是说呢 从 这个早年的 这些拿专家 都是 一直来说 都是遗留了一些的 临床上常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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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外服中药 包括内服的 都有 那我们在 这个 运用了很长时间 这个效果呢 都非常好 那这个 我们 现在我们科用这个 外服方药呢 它主要有 下面这些药 组成的话 有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啊 这里面一些是这个 都是一些的 温的 温药啊 这个热药为主 那这些药呢 我们就把它用醋呢 进行一个浸泡 包好之后进行 挣脱 然后呢 可以用来这个 热服 啊 这个热服药呢 一次呢 我们每天呢 大概 给病人呢 是 啊 一次三十分钟左右 啊 每天两次的 这个外服 那大部分的 反响呢 都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 就是这种 在外服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控制它的温度 啊 不要给病人烫伤了 因为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患者的 这个皮肤的敏感 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 孵了之后 马上就起水泡 啊 没出水泡之后 就是要防止 它这个水泡破裂之后 引起感染 啊 又不然的话呢 这个出现感染之后呢 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医疗事故 和医疗纠纷了 那尤其是像 大家开自己开诊所的 这一旦出现这种问题 你还得花钱 啊 去给它治疗 啊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那我们对于这种 呃 临床的这种 界面突出 啊 或者这种 要对外狭窄 啊 我们也有一些的 自己的这个 就经验方法 这种经验方呢 其实 也是用毒货继承汤 加减过来 它主要是 针对这些 就是对天际变化 啊 比较敏感的 啊 同时有一些 这个肝神窥虚的 这个患者 啊 效果非常好 啊 我们这个方式呢 其实不光临床 运用了很多年 而且我们也对它呢 就是做了一个 这个基础方面的一些研究 就做了很多的实验研究 啊 包括这个 很多药物的药理学分析 啊 以及这种 在这个一些动物 动物身上去做这种 呃 椎间盘 啊 这是 病理病基的 这个信号的改变 啊 椎间盘的修复 等等方面 啊 就发现了这个 其实这个主方呢 还相当就是 疗效呢 都是 比较肯定的 啊 而且在这个临床上面 用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疗效呢 也是挺好 当然了 这个方式呢 啊 不是说就是说 所有人都是 吃这个方式 就是一成不变的 那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病人 啊 就是 可能适当的 会有一些加减啊 就是叫一人矮一吧 就是 那这个方式里面 其实我们 不光是用了 毒胞肌疹汤的 毒胞肌生啊 牛腥这些 我们还是用了一些 的这个虫类药物 啊 比如说乌宫 啊 比如说地龙 还有这个土鳖啊 甚至包括水质 那其实这种虫类药呢 因为它这种 在这个 对于这种 锥肩盘的这种 啊 这种 就是 营养的供给 尤其是我们现在研究 对于它这种 淋巴管的回流 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的锥肩盘呢 它这个组织很有 就是它的特殊性啊 它是一个没有血供的 啊 组织啊 尤其是这个 内部的水核 它的营养来源呢 它很局限 它来源于这种 软骨中板的一个渗透 啊 它跟我们其他的组织的 这种 营养供给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可能是 直接有血管过去 啊 或者其他这个细胞 内外的一个渗透压的改变 啊 把这个营养过去 但是锥肩盘只有 通过这种 上下中板渗透 那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药物 很难达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治疗效果 就会受限 那么加了这个 虫类药之后 就发现这种 效果呢 就会增加非常多 啊 那下我们其实现在 还在做这种 这种中药 对这种 就是超原型干细胞的 一个 这个促进作用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你说中药治疗 这个 它一个是通过调理 这种身体的 自我的 这个防御功能 免疫功能 那同时呢 它其实 之所以能够起到修复呢 它其实是调动了 这种 局部的 这个组织的一些的干细胞 然后从这个本源性 或超原性的干细胞 激发了 啊 又让它们进行一个 增值过程来修复 就是 拘捕组织 啊 所以这个 这个方人呢 就是 效果还是非常好 方中啊 主要 毒火伤技生 烟雾所 气风除湿 羊血合影 火罗通壁 啊 这牛膝 杜仲 逐利皇呢 这些不易干肾 强壮筋骨 啊 川雄 当归 百勺呢 是补血 活血 浮林 黄旗 干草 意气 不辟啊 那这个地龙 土鳖 乌公啊 这个是通落子痛 包括这种 畜山林啊 畜鹅族 破血 除一 所以呢 这个钥匙 具有兼顾标本啊 浮阵气血的 哎 那个 贺人在吗 我们要不要休息 孙教授 OK 可以啊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先 现在可以 现在是7点55分 我们这边 洛杉矶时间是7点55分 那那边应该是10 11点 快11点 OK 好 那我们就休息 教授 你说休息多了20分钟啊 嗯 差不多吧 可以 好